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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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做咋办?你觉得二次更式不会做真的就只在二次更式这里吗? 他有没有可能孩子在英式分解的时候他根本算不出来?他算不出来呢?你就会发现说他到了初三的那个一元二次翻成他根本解不了 他解不了那个题目的因为你的基础底子打的不老 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经常讲说得语言者得天下语言需要大量积累但我跟你讲数学 他环环相扣你缺了一环你后面就跟不上 所以很多时候数学越到后边你越需要还债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家娃是现在初二考的比较糟糕的 那我不妨建议你往前听一下 往前听一下 把我初一的知识点按照孩子先把坑给补上 能补完之后你再来往下走会更简单 否则孩子学的很痛苦 因为他不是他不想学好 是他欠的再太多了 这个时候你要请老师给他补课 老师呢补呢又没有办法帮你补 来开始吧 那整个八年八年级到底哪个阶段重要呢 来你记一下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如果你的教材是五式字的 有可能不一定带第十四章 你就去看一下 叫整式成法与因式分解 这个章节你找到他 你就留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什么 这个章节你不单被打 他的概念性质运算法则搞清楚之后 你还得去练 而且练练还贼难 贼难练 贼难练 因为我跟你讲 基本上没有拍到我这个课 规划课的家长 他们家娃到了这个章节 基本上就给宣告 他可以say goodbye了 中考他没法往上考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小秘密 我会告诉你 好我们待会听的时候就知道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 那么整式成法里面 他包含了什么 来你记一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叫同底树密的成法 第二密的成方 第三 基的成方 第四 整式成法 这个板块很重要 第二我们看一下 成法公式里面的平方差 和完全平方公式 这个是作为我们整式成法里面重要的一个板块 还有成法 我们叫运算法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章节 你就记住这几个是孩子要吃后 就你记住他的时候 你说老师吉他有啥用呢 他的概念 他的性质 你能不能让孩子翻说的时候 重点去理解一下这个概念 你概念都不理解你怎么做题 对不对 好概念跟性质 这几个很重要 划划线 好第二个 英式分解里面 啥都不用管 就两个法 一个叫提供英式法 一个叫公式法 这两个你搞定了 基本上就吃透了 ok就这么简单 好这个章节里面有一个有板块就就在这里 那就是老师那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他在中谋考的时候会出现哪些提醒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年各地的中谋考一定会出这条题 比如说广西 比如说西安 比如说青海甘肃重庆 他们基本上例题都是取自于河南上海广州 北京还比较少一点 因为比北京考题很很传统 所以我因为我们这几年未来都会改革 我给你出的提醒 一定是你家孩子未来会考到的提醒里边经常会碰到的 所以我是拿最新的提醒来给你举例的 我们来看一下广州2022年中谋考的提醒里边 你看分解英式里边这道题目考什么 考田空题对吧 田空题都知道 第12题 基本上我们小题里边到第12题 它是叫做稍微难一丢丢的 但即使他难一丢丢 他知道题目也指考什么 叫音试分解里边的 我们叫提供音试法去分解音试 没了三分 很容易啊 你只要音试分解的提供音试法 你知道了 这道题目直接拿到手 送你的 送你的 就是考你吃不吃得透立题 再看 我们第二道 念一个 这道题呢 就难一点了 它是一道 我们大题里边的第一道题 叫小大题 我们看一下哦 这里边以致T等于A加3B 好 我不念了 你自己看 好 这里边考的是什么 整式它的分解和提取音试 那么这里边考什么 考平方差公式 还有完全平方公式 是整式的乘法里边的一个 乘法公式里边的一个板块 听明白吗 乘法公式的一个板块 就在这里出现 考的是你化简的能力 就你家娃懂不懂的化简 在这里面出现了 听明白吗 化简 化简T 你怎么去化简它 你别说有些孩子还真不懂 我跟你讲 你说老师啊 如果你说 孩子我 你说老师我孩子学过这一块 他学的很好 那你恭喜你 你家娃绝对是来报恩的 那你如果刚好学不懂 你赶紧给我抓紧 你的九年级能不能学好 就靠它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海2022年的中某考的提醒里边 那我给你们找到这些提醒 就是要让你知道 我讲的内容出现在哪里 你看选择题 第二题 第二题的这道题目四分 考的是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 跟上边一道广州的那道题目 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以及合并同类项法 基德乘方的运算法则 整式乘法里面运用到的 来再看一下 河南2022年下边的这道题目 第四题三分哦 三分哦 主要考察二次更式的加减 完全平方公式 密的乘方 单向式的乘 单向式乘单向式 来密的乘方完全平方公式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在乘法的那个 我们叫整式的审法里面出现的 都考到了 所以你就发现说 他好像是在我们的小题里面 出现比较多 是的 因为他考的是基础概念 基础概念你不懂 你后面的大题你根本做不了 但大题呢 只有我们目前看到 只有在广州的一道大题里面 会出现 其他地方呢 目前还是把它做为小题的方程 那未来会不会升为大题 会一定会 因为什么 你听完我讲完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呢 在中考卷里面 他占的分子大概是三分到十分 通常以选择题 填空题还有计算题的形式出现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们要掌握好他 需要掌握几个方式 第一 结合课外的教育书 你可以准备 来 方法论来了哦 拿纸跟笔记哦 你要给孩子准备一本叫 我们叫课文全解 或者叫同步讲解 如果你在不请辅导班老师的情况下 孩子尽量准备 或者说五年中考三年模拟 他里面就有大量的我们叫讲解例题 你会有例题给你去做示范 孩子可能做完题顺便 理解之后顺便还能够做题呢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呢你看哦 结合课外的一些辅导书上的概念和例题 把知识点吃透 这句话记住 花点时间大概两天 我就给你两天 你让你家娃把整式的乘法 跟音识分解单独抽个时间 去让他做大量题型 就是吃透立题之后呢 去做立题的同类训练 五年中考三年模拟 那个版本里面有 万维呢 这几年 基本上万维呢 因为他老师给你们考 叫什么 他经考出真题 所以呢他讲解立题 相反来讲的比较少 而且他立题讲的比较难 北方的孩子比较适合用 然后呢 南方这边的 我会比较推荐你们拿五三来练会更好一点 而且如果基础比较弱的 你也尽量拿五三 听懂吧 方法给你哦 赚到了 来 心中窃息 再来一个呢 记住哦 这里边我讲几个关键词 你记一下 第一个叫 我们音识分解 还有整式的 整式的乘法里边的 我们叫概念 性质 还有技术上法则 一定要通过理解来背 不要死尽背 一定要理解背 你说老师怎么考验我孩子理解背呢 其实我觉得考孩子很简单 你就拿一道立题 里边后面有带 考核的知识点 考核在书本里面拿个知识点 你拿到你就知道了 他考哪一个 然后你拿到之后 你说孩子啊 你这个题目 给我说一下 他考了哪些概念 考了哪些性质 他的运算法是什么 你就 打出来 过关 吃饭 不过关 干 干完之后再吃 听明白吧 有时候我觉得这节课 你们要 你又要觉得汪老师 因为首先第一个 我以前是经常教孩子的 所以你要觉得OK 你要不就干脆 你跟孩子一起听 你们要不这样子 如果你孩子愿意的话 你先听 你听完之后 如果你还是愿意 你拉他坐下来 一起来理解 你会发现更能够吃透 而且我会有很多内容 会讲完之后 我帮到你 其实我这个歌 本身是给家长听的 但初中确实有什么 这样理解不了 那你把孩子拉过来吧 你看 一人的学费 两个人学 OK 好 然后你的概念 要整理到什么程度呢 来 各位亲爱的爸妈们 一定要让你家华 学会画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一定要画 就是你搞懂公式原理之后 你要让孩子去画思维导图 画到什么样子 你就我跟你讲 听完我这课你也成为半个专家 画到这种样子 第一 比如说你看我们整式的陈储里边 储法呢 它是一个比较很一丢丢 因为中文我考里面考的太少了 所以他不足以让我拿他出来讲 但他重不重要 稍微有点想重要吧 你理解就可以了 但是他的陈法是最多的 陈法是最多的 所以你看 你第一个你要画到这种程度 你看一下 看一下表 看一下我下边 第一个呢 统底树密的陈法 他的运算规则是什么 用句话写出来 同底树密相乘 然后呢 底树不变 指数相加 然后呢 下边拿一道立题 你来去写出来 然后呢 这个立题就是你理解的过程 你要归纳到这种程度 第二个 密的陈方 他的运算法则是 密的陈方 底树不变 指数相乘 他写的法则要在下边 就是 你要让孩子尽可能能够写到 他的公式写成这样子 就是你能列到很清晰 然后呢 再来基的陈方 流量师花起来好烦 不烦不烦 我跟你讲不多 真的 整式陈法跟因式分解 总共就五个亮点 五个 我帮你省费用 帮你省时间 帮你省流量 帮你省钱 你听好 你再额外给我加多两个 叫提供因式法 还有公式法就可以了 加成来就这五个 就这五个打信号 就基的陈方 密的陈方 还有同底树密的陈方 还有我们叫做 刚刚讲的叫提供因式法 还有公式法 就这五个 没了 你搞定了就搞定了 听明白吗 就这几个概念 你给我稍微理解一下 好 理解完之后干嘛 接下来 就要我们要接下来 来去知道他怎么做了哈 第一 我们在学习整个陈法的简单陈处法之后呢 我们利用三个重要的公式 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整式进行因式分解 就刚刚那三个 然后呢 整式的陈法建立在密的运算上 熟练掌握 掌握密的陈处法的运算 是解决整式陈处法的关键 就是你能够算到很熟练 算到很熟练 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理解为是不是要像小学一样 每天拿 拿题出来练 是的 要练 但练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只听了小学没有听到初中的 那接下来 我待会讲完二次更事后 我教一下你们怎么练 他练的方式你听好 他跟小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千万不要拿小学那一套套在初中 你孩子疯掉了 好 然后这里面呢 我跟你讲一句话 这句话一定要讲给孩子听 说或者你干脆让我们家宝贝听到这句话 听好这句话 有极大部分的同学经常会对同底树蜜相成 还有蜜的成方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来我再跟你讲一遍 蜜的成方 跟同底树蜜的相成 他们的运算法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别混淆 你让孩子一定要在学的时候搞清楚这个 我们中每年中某考有很多孩子都是因为这块扣分 那你看哦 你要听懂这一点你就赚了 你绝对赚了 好 来所以要注意哈 这个板块别扣分别扣分 好 再来一个呢 你在背的时候呢 要背背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对公式的了解要达到什么程度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题目 你看到一道题目的时候 你就马上能够判断 比如说音试分解的题目 你看到时候你马上知道 我要用提供音试法还是用公式法 两个我用哪个 马上判断 第一时间判断 所以你就可以让孩子读题啊 就比如说 你找音试分解的这种同类的专项训练题 这种你可以买万维 万维的那套练习册里面应该有 你们准备万维那套系列 万维系列里面就有这种练习 然后呢你让孩子这样你在家里面就把背 嘿你背了是吗 来决定你吃不吃饭呢 接下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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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教题读 读完之后立刻告诉我 三秒钟 三二一告诉我 提供音试法还是公式法 孩子立刻反应 你看他反应速度 你就知道你家孩子掌握的熟练度怎么样了 很熟练答出来的 而且能够讲出他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讲出整个计算过程的 那就恭喜你 你家孩子很熟练了 听明白吗 这个步骤很重要哦 因为后边我们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板块 需要他叫一元二次方程 还有你的函数都需要他 都需要他 都需要他 好 接下来二次更式 深呼吸 一个章节过去了 接下来第二个大板块 二次更式 我跟你说一下 二次更式的重要点在哪 如果你家宝贝二次更式学的不好 你的几何不好 你几何绝对不好 因为什么 几何里边有条定理 就我们当年学过的叫勾股定理 就需要用到二次更式 听懂吗 二次更式完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他要连接函数了 所以二次更式呢 你一定要学好 那二次更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直接上干货 我告诉你二次更式考什么 看一下中稿卷里边 我们广州卷 那三分题 代数是里边 那你看下面是一个根号 x加1分之1 有意义时 s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这句很很容易理解 我们都知道父母分母不能为0 为0是没意义的 那你告诉我 分母在不为0的情况下 x的曲直范围 这不就是他的定理吗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怎么计算了 三分直接拿到 我觉得这种题目完全是送你 然后你家娃连送的都拿不到 好那我觉得就有点悲哀咯 好来再来一个 下边的运算正确的是什么 来我先说一下 第一道题呢 他考杂是二次更式的意义条件和分式的意义 那么这一道第五题呢 他考的是我们立方根的性质 还有我们分式的加减运算 还有二次更式的运算 还有同底树密的乘方应用 这里面都有 好都涵盖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东卷 为什么我要拿山东卷呢 因为山东卷里面 这里面要考验到了一个化检 就是我们有一个化检 就他考察了二次更式的化检和性质 还有加检化检和性质 这种其实这几年会比较少考 未来不一定会淘汰 但是我觉得你要懂 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福建 福建的宝宝们 各位亲爱的福建家长们 你们看到这道题哦 这就是你们大福建出的题目 这是2022年福建中谋考的卷子里面 第19题 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你们居然敢把二次更式的性质 跟化检放在这种大题里面的第一题 很明显 福建的月卷老师出这道题的时候 就是想把分数送给孩子 为什么你知道大福建这几年来 我觉得福建的孩子很幸福 因为他们这几年的整个本科的上限率64% 就是因为老师天天送分 这种题目你放在广州 放在上海 放在北京 极少老师会把它放在大题里面 但福建我们的老师就很勇敢 把它放在大题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一年的2022年去年的中谋考 你们福建是不是考的很简单 是不是 我们一旦看到人家大题在这里敢放这种题目 就知道你就是想降低考试难度 对不对 好来不说他们的 来我们回归 所以一般的你二次更式 我们在八年级的下册里面 是走在第16章里面出现的 然后五四字的就不是在16章 你们到时候看一下 反正你记住二次更式里面 他是为什么 为后续的勾股定理 一元二次方程做准备 所以你要记住 初二这个阶段 我们的二次更式学的不好 初三绝对差 所以你看到初三宝贝呢 看到他们的勾股定理啊 几何啊 学的很糟糕的时候 你就要返回来去学 初二这个阶段的二次更式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要怎么学呢 这里边有哪些问题是我们要送给观众呢 来各位亲爱的爸妈们 请讲给孩子听 这句话 请你讲给他听 记住 第一 一定要先学会掌握二次更式有意义的条件 还有分式有意义的条件 就比如说 根号A里面 根号A能不能 那个是负数啊 能不能小于0啊 不能 它是必须是非负数 被开方的数必须是非负数 这句话你让他记住 然后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好 然后同时第二个 让孩子学会化简 要知道什么是最简的二次更式 并且学会化简 就你要化简 就从复杂的一行 这么长的一道根式 你化简下来 就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福建那道题 你要没听到的 你把福建拉回去看一下 那道题目化简为小的题目就可以了 好 再来一个 要掌握二次更式 要掌握二次更式的运算法则 并且能够进行计算确保正确 好 如果各位亲爱的爸妈 汪勋老师今天给你送点分子吧 本来呢 这种东西呢 是要交点补习班费用才给的 今天我就把它送给你 接下来我讲这句话呢 请你原封不动的背诵下来 并且默写下来 并且做到讲给孩子听的时候 能够一扬顿挫 只要你家娃能够吃透这句话 我跟你保证 他的二次更式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帮你整理好了 怎么样 爽不爽 好不废话 这句话我边念 你边跟我讲 我讲慢一点 请你跟我一起全军附送 第一 二次更式的加减法 很多人这样说老师 宝贝 老师我学更式二次更式好难 不难不难不难 我跟你讲 他跟我们以前小学学过很多东西很相似 来记一下 二次更式的加减法 来读 二次更式的加减法 与整式的加减法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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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将更式化减为最减的二次更式后 去括号 括号 去括号 与合并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更式 就可以了 他是一模一样的 跟我们整式的加减法是非常类似的 好 来第二 第二句 二次更式的成法与整式的成法类似 以往我们学过的成法公式等都可以运用 一模一样 一毛一样 好 第二 第三句 二次更式的除法与分式的运算类似 如果分子分母中含有相同的因式 可以直接约去 就是你分母的约减 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句话真的很简单 这三句话 只要你家孩子能够全军附受 理解他 吃透他 你的二次更式就解决了 是不是帮你省钱省费用 记住 好好感谢我 来 所以呢你接下来你说 老师那我孩子理解之后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是练计算了 来我先讲 他计算一般就像这种 你看 下面这种 这种呢 你要让孩子做计算 我先讲 这种计算题目呢 你孩子可能 三分钟到五分钟去 去能够算出来 已经了不起了 啊你就不要说 我老师啊 你不是说了吗 孩子十分钟 要做一百道题 我疯了 我让你初中也这样干 我没这样讲 初中的孩子 五分钟 每五分钟能够做一道 你已经谢天谢地了 听语完吗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的计算呢 你要怎么做 我建议你整个初中阶段呢 特别是初二的上学期 你要留出大量时间 其实我觉得初二这个知识 你能够尽可能让孩子再出一阶数会更好 因为你有大量时间去做计算 小四门呢 我们又在小学搞定了 小学你早就搞定了 小四门的历史到底发生生活地理 你大把时间 对吧 那你现在怎么做呢 记住 如果你家孩子成绩比较低的 你让孩子在每天下课的时候 每次下课做一道 那个二次根式或者音式分解的这种计算 都可以 你就做一道计算题就行了 一道计算题能够做对 你一天下来就做了七八道了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再做个两道 你一天凑个整数吧 十道 一天练十道 一个星期就练了七十道 你三个月三个星期的时间 你练了210道 你家孩子又不是杂子 他一下子就会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规划的意义是让家长知道 怎么把一个复杂的知识化为最简单的 然后呢让孩子用计划用方法来去练 就变得很简单 你有没有发现我帮你把二次根式讲得很简单 我真的为你呕心力学 这个课我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都想 我一直在想 怎么让家长能够更简单来理解 这个就是已经最简单了 你全网你找不到比王老师讲的更简单的方式了 好 OK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好 往下 小编这句话不要剪 就给家长听 好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一次函数 函数是用来连接几何跟代数的一个关键衔接的粘合计 没有那个金干状 揽不了那个磁器火 所以你的几何跟几何是多为我们到时候中某考高某考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你几何拿不了你就不用想了你孩子绝对上不了90分的 上不了90 我就跟你说句话了 想上90分 150的分数想上90几何必须拿下 那他的基础就是函数 所以重要 来 深呼吸 如果你累休息 你尽量精神饱满再来来我听听我这个章节 我允许我的课为什么给你们慢慢听 就是因为这样子 好了我们看一下函数它重要在哪里 第一一次函数当中你能够理解为一次函数叫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中学阶段的初中阶段 7年级到9年级他学了叫一次函数和二次函数 对吧 一次函数你能够理解为其中有个章节最终最简单的直线型函数 它就是一次函数 就我们有时候看到坐标啊 来小编给他们画一下 这种东西就叫一次函数 你能够理解为一次函数从我们的计算的这种数字 还有我们的字母里边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图像 他在图像上做了一个最直观的呈现 那么二次函数呢 它是会弯的 直线一次函数呢 它是直的 你就这么简单 一个弯的一个直的够了 那你就老师一次函数好像现在比较少出现 确实 但是哪里都离不开的影子 一次函数呢 你能够理解为是万物的造物主 就是它的启蒙 就比如说你在二次函数 反比例函数 特别是我们中谋考最重要的大体里边 一定必定绝对会出现的三角函数里边 就是以以色函数为基础的 那你告诉我这种不重要 我已经跟你讲的这么重要 你还想把它放松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你的理解是错论题 所以以色函数呢 你说老师那他会出现哪里呢 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小题也有他影子 大题也有他影子 我们来看一下吧 第一 在哪里出现呢 你看一下 在广州2022年的中谋考的考试里边 他就出现了第四题里边 第四题一般是送分的 你们就记住 我们所有的小题 前五道题都是拿来送分的 这几年有可能 第六道就开始出现难度比较大了 但前五道题都是拿来送分给你的 你看很明显 这道题目就送分给你的 正比例函数y等于kx 这个就是我们叫斜率的问题 那你直接他考察了正比例函数的解析式 代定用代定代定系数法 求正比例函数解析式 能够就考察这个 这个书本里面的考点 没有什么难的 来第二个 河南的考中谋考的考卷里边 2022年 我基本上给你们提醒 都是改革后的新提醒 所以你会发现 Y随X真大而真大的一次函数表达是 我当时看到这个河南考校题目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我说河南你们想干嘛 河南作为一个人口大神 他居然敢在第十一道题的时候 放这道题目进去 很明显 这一年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河南的中谋考的提醒不难 你不信你查一下 河南的中谋考 2022年去年 今年2023年 去年中谋考题型绝对是满地开花 就大家觉得 哇塞考卷怎么这么简单 你看 这道题目的答案什么 答案不为一 如Y等于X 就这样填进去 对了 这道题目在哪里出现 书本 它是书本的概念 是书本的 书本里边就写在书本上 你但凡看过书的都会做 但凡孩子看过书的都会做 你告诉我这种题目有什么难的 不难了 理不理解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卷子就知道说 今年老师想放水 还是想抓紧 所以你们后边我给你们 出的那个资讯课 后面给你们看到的资讯课的内容 你一定要好好看 每一年大概今年 往年会有怎么样难的提醒 都会在里边去告诉你们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2022年上海节目 好 这道题我们稍微难一点的 这道题目考察的是一次函数的图像 与细数的关系 其实还是答案不为一 它其实还是不难 所以我不知道这几年上海跟河南是因为 觉得考钢太难了 去年想放放水还怎么样 它还是不难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道就难一点了 来我们看一下上海的大题里边 第21题 这道题目10分 各位 上海的数学首次出现10分题 居然是这么简单的一道题 求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第一问里边考察了一次函数的图像 在点上的坐标特征 基本上孩子 但凡睁大眼睛做过题的 看过书的都会知道怎么做 用待定系数法 求一次函数的解析式就搞定了 来我们看一下河南的考章里边 这道题前面讲的叫废话 但我跟你讲以后呢 我们中某考全国各地中某考题型 包括高某考题型 会有很多像这样的废话题型出现 他考孩子的阅读理解 考完阅读理解 再来要求你做题 这道题目考核的是一次函数的实际运用 九分题 所以你们发现 来我再给你看一道大题 河北的河北来凑热闹 这道题目呢 第25题25题哦 它是十分的大题哦 本题属于一次函数的综合题 考察了待定系数 这道题目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大题的拿分关键一次函数 基本上都在那里面出现 你看上海河南河北的考学里边 都出现一次函数 那我们就能够理解到的是 这几年考纲里边的三角函数 反比例函数 包括一次函数作为大题里边的第一问 经常会出现 所以你只要能够把它拿下来第一问 你是不难的 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我的规划课叫以中为时 倒推的让孩子来学习 我基本上都是拿中考命题 来去让孩子来去理解 你要做哪些储备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一次函数在这些大题里边经常会出现 所以那你说老师综合上述 我们来个总结 一次函数在中考的数学占比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里面经常出现解答题填空题选择题都有 相关问题会考察到一次函数的概念记下 各位爸妈拿纸跟笔记下 概念图像性质这些都会出现 一次函数的中和运用 还有一次函数与几何的中和运用 与几何的中和运用 后面就会讲到了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一次函数呢 相关的应用题是这几年数学的热点 所以我觉得我蛮猜一下 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内 基本上所有中模考的题型 一次函数他在应用题的这个板块里边 一定是大热门 捧他捧他凑脚 抱紧他大腿 抱紧他大腿 所以你接下来就要抓一次函数了 一次函数抱紧你 我永远不离开你 他的概念图像性质 这三者还是先理解清楚 好 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 一次函数可以结合 一元一次方程 一元一次不等式 二元一次方程组 去解决大量我们生活里边的实际产生的问题 体现数学来源生活 来来来来来 这句话你记一下 我跟你解读一下 2022年4月份出的那个考纲里面 叫多场景运用 各位爸妈你们听我直播间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多场景 来我麻烦你们把多场景记下来 未来的数学一定不会是死读书 未来的考试一定会灵活运用 包括语文 物理 地理 化学的知识 已经在2020 今年2023年 那个一模的 那个四省联考卷子里面出现了 一道数学来题 从三行字变成了八行字 这么长的一条题目 它里面其实就是数学跟生活强挂钩 强挂钩 强连性 那么一次函数呢 它就是未来的重头 重头性 所以你看到那个 我觉得你们解读政策 虽然我会帮你解读 但我也可以提醒一下你怎么来解读呢 就是你看解读的这个内容里边 它主要告诉你多场景运用的 跟现实生活 用数学来解决 解决实际生活里面的场景运用的 那你就要理解 函数会开始拔为重头戏了 听明白吧 好 那咋学好呢 咋学好函数呢 方法呀 这就是方法了 看一下 第一 我们首先一定要让孩子先掌握好函数的基础支持 就是函数我们做题呢 它是有底层逻辑在的 你只要能够把底层逻辑理解好 你去掌握函数就不难 比如说我们掌握一次函数的定义和基本的概念 一次函数呢 比如说我们像Y 那你的概念就很清晰 清晰到什么程度 来各位爸妈 你要让孩子清晰到这种程度 比如说Y等于KX加B 来 这个公式麻烦你写下来 写完之后直接考你家孩子 这道公式麻烦你写下来 写完之后直接考孩子 怎么考 你问他 宝贝啊 告诉妈咪 K和B是啥 嗯 然后B是什么 K是什么 那就要交给你 那他要告诉你说 比如说妈妈 我知道K和B呢 它是时数 都是时数 而且K呢 是称之为函数的斜率 B呢 称之为函数的结句 结句跟斜率 是你在考试里边经常会去考到的 就是我们刚考试里边今天会考到的 所以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搞清楚 而且要还是背下来 理解的背 不是时机性背 好 第二个 要让孩子了解一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比如说一次函数的图像 来 这句话小编给我们家长打出来 一次函数的图像是一条直线 我刚讲了 它是一条直线 斜率K决定了斜率的斜角度和方向 斜距B决定了现在Y轴上的斜距高度 这句话是孩子一定要能够讲出来的 好 你讲不出来那你就要让孩子去理解背 比如说我们能够判断一次函数的单调性零点 增减性和最大最小值 这个是孩子一定要先能够判断的 就是我们在这条线的幅度里边 你的最大最小值是哪一刻 孩子能够做到基础性的判断 好 好 再来 那你性质图像概念都懂了 那你要不要运算 它的运算法则你要知道 就比如说我们一次函数同样可以进行加减乘除 还有复合运算 其实就是我们理解为 其实我刚刚前面是不是跟你们讲了二次根式有一道公式 就是它跟我们小学的加减乘数很相似 就是其实你能够理解一次函数的加减乘数 它跟我们小学比如说你学好一圆一字方程 它的解析过程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来解一次函数 能听懂这句话吗 来我再跟你讲一遍 解一次函数的关键是求解一圆一次方程 这是初一学的 你想你七年级如果你没有掌握好一圆一次方程 你这个时候来掌握我们的一次函数 你就根本掌握不了 你根本没法掌握 你根本不知道他讲的啥 理解了吧 理解了吧 所以我说为什么数学家环环相扣 好所以我们如果学不好的你去补一下 所以你要你说老师那我怎么做呢 哎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孩子能够做到 Y等于AX加B表示为X的函数 方程为X等于Y-B除以A 你就像刚刚我写到这 Y等于3X加2它等于X等于Y-2除以3 能够掌握到这样的运算规则 那你可以如果你只要能够算的比较熟练 像这种独立运算能够算的比较熟练 那就代表你家孩子的运算能力能够过关 其实一次函数它本身也有计算训练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阴时分解 二次更式 还有一次函数都有相应的计算训练 你去给孩子准备相应的计算训练 每天做五分钟反正能够做一道 三到五分钟做一道计算就可以了 每天练就行 好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学好一次函数的方式是什么 第一 理解和熟练掌握函数的定义 斜律还有拮据的概念 很多孩子第一次学一次函数的时候 他知道解析式 但他不知道K值在图像里面表示什么意义 所以你的意义要先明白 第二 理解一次函数的图像特征 了解斜律的大小和正负 与直线斜律的关系 掌握计算拮据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运算法则 他预设法则你一定要懂 就比如说我们画一张图之后 他解题后并且能够画图 他会知道说我计算一次函数之后 我这条直线在我的那个坐标轴里边 是怎么样画出来的 这个要掌握 第二个多点去做一下 一元一次方程的练习 这是初一的 然后掌握解方程的技巧和方法 这个初一讲过的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那一刻 为什么我刚刚跟你讲说初一学好 初二才能够跟上 就在这里 第四 一次函数的应用题型 我们刚刚都知道 一次函数的应用题 应用题未来是终某考的大热门 那你就要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做平时做题的时候 刷题的时候 你能够把题型做出来 而且 你不但要大量去刷一次函数的应用题 重点是孩子要懂得 打两个字叫归纳 不知道你们是用学浪上课的 还是用小儿童上课的 来全体家长帮我标注一下 这个章节很重要 归纳两个字打出来 你写下来归纳 归纳在这个点很重要 就是你一次函数的应用题 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应用题型 你记一下 第一种是叫实际问题的求解 小名做兼职送外卖 收入与重商比 次数成正比 每一次每一次餐收入为15元 当他送了三份餐为45元 请问他送了十份餐后收入为多少 他其实就是正比 嘗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最简单的 解决实际用问题 我给为了你理解 我找到 我真的我找不到这么简单的 是的 只有这么简单的 只有这么简单的 你们才能理解 那送十份就10乘以15 那150块钱 对不对 那他用一次函数来做表示 虽然简单 但你必须要用一次函数来做表示 第二 直线图像 引致一条直线过2和5的点 还有点4和11的点 求该直线的方程 这个是方程的 我们一次函数的 那个根据方程都算出来的 来再来一个 经常考到的斜率和拮据 一条铁路从A点到B点 全程500千米 然后呢 我们火车以6000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 以至A和B之间 某行驶段落的路程为200千米 请问该路程上火车行驶的时间所需多少 好 这叫做斜率和拮据 斜率和拮据的计算 最后一道叫最优解 最优解求解 小民买水果 好这问题你自己看 你会发现 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丝函数的特点 就是图像斜率拮据比例关系 来去真心散开的 就是解决实际问题 你会发现我们数学开始学着学着 进入实际问题的解决了 所以学数学呢 为什么说他能够解决生活里面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每年的那个道路的工程 道路的红绿灯 这些规划 包括你去工地上的这种力的承受点 它都跟函数有关系 所以你函数学好呢 你上初中去学我们的物理知识也会变得更简单 好 来 你就记住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题型 去做相应的中考题型的演练 刷题 听完之后呢 你记住 你归类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我哪哪个地方最薄弱的 你就做相应的题型刷题 那就搞定了 OK 深呼吸 讲完了 就这三个板块 是不是初二的数学好简单 又赚了 含累赚了五六万 含累你就赚了五六万了 来接下来回归 我们来看一下 定理里边你的概念你要怎么做呢 那第一个我先帮你归纳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因式分解 我们的整式乘法 还有我们的那个二次根式 还有我们的那个一次函数 这些呢 你要先让孩子做到第一点 把他的定理概念性质运算法则全部搞清楚 具体怎么考 刚刚我讲过 你给他一条题 立刻问孩子说 K代表什么 然后呢 X代表什么 你直接能够讲出来 因式分解里边到底是用提供因式法 还是公式法能够讲到这种程度 恭喜你 孩子的概念是理解的过关的 这一步先确保 第二 我们能够 比如说你要知道因式分解里边 他会把相应的定理去做迁移 二次根式呢 你能够知道 他对我们的勾股定理是起到 起到理解的作用 并且打好基础 你二次根式 你如果学不会 你的勾股定理完全没法掌握 那么一次 一元一字方程 是解决一次函数的关键 这些你都要搞清楚 并且 因式二次根式 一元一字方程 我们的一次函数的计算题 全部要过关 全部记住 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 能够练一道 够了 每天做一道就是 一个下课做一道 然后呢 你大概有一到两个月时间 去专门做他的训练 你基本上后边的数学 就不需要你再花力气 请老师来补课 孩子 关键还能够数学拿下 帮你省很多钱 最后一个呢 一定要记住 归纳 就是 因为我们的一次函数呢 经常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大题里边 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去做大量的大题 做完之后学会归纳 归纳完之后呢 找到自己的薄弱象 薄弱的象 比如说你看哦 像你的那个直线方程 你已经会做了 那你告诉我 以后你刷题还要不做他 直接跳过 就不要再做他了 孩子初中是这样的时间很宝贵 你就直接做什么 比如说 求最优解 最优解的求解 或者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邪律和拮据的求解 就你归纳完之后 你有归纳的题型 你跟我们之前讲的几何一样 你自己本身已经知道了很大量的 我们这种公式 包括你知道说归纳完之后 用什么方法来做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刷题 你的孩子成绩就会提高了 然后呢 你再利用每个周末的时间 做一张单元测试卷 做一张单元测试卷 去数学直接做一单元测试卷 你会及时的了解孩子 是否能够掌握本学期的这个数学的内容 初二呢 我会建议初二的阶段的孩子 其实是要把初三的数学先学完的 你初三才留我更多时间去打比赛 包括你能够中某考考一个好的成绩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牵扯到孩子的归纳能力一样过关 并且做专项训练 你能够达到这一点 那恭喜你 孩子再往上走就不难了 理解吧 那我们初二的数学就全讲完了 怎么样?吸收一下 是不是一下子发现 寒累赚了20万 以后孩子上了高中 如果能够学的好 不客气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 来感谢我 下一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